当亚尔齐曼洪说主干迎头砸下 海军英雄猛然抱贺 他已经不想再做任何两难的决定了 只求能完成这该死的最后的任务 而后搞了还乡 雷利 修炼之极致的武装色奔发出丝丝黑色的电流 在瞬间便将可击穿山岗的力量灌入树枝 而下一刻 树干的方向竟被卡普一拳打歪 眼见庞大的树干迎面滚来 战魁纵身一跃 静止飞向高空 你想连我一起攻击吗 混蛋 而在下方 剑士就不闪不闭 缓缓抽刀 真是个怪物似的老头子啊 不过 斩 只是短短一瞬 冥王便已挥出无数刀 剑气似交错大王密集覆盖了周遭的一切 眼见万物割裂 大地破碎 在他气势烧热的瞬间 卡普以腾空而起 抬手 便要是无前的铁拳 相比刚才的阳弓 此时全身都被武装色覆盖了他 依然使出真正的杀招 但紧接着 是在毕德中一却自雷利肩上查过 原来他早有防备 而当斩断一下黑刀战的挥动之时 灵力的反击 随之而来 太多破绽了 趁着卡普攻击的空档 雷利以击身而上 指不进老对手的怀中 翻飞利润连带一连串的回旋 足以撕开在武装色上 登峰造极的卡普的胸膛 可当金石香蕉声音唐突响起 雷利寻声看去 居然看到对方有手臂硬生生 接下自己的刀刃 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一旦开战便再无迟疑 更多电流啪啪作响 卡普铁拳之上 力量正在迅速攀升 冲促阻挡 迷亡勉力支撑片刻 随后 竟被深深折断了利人 太军英雄 以继十大历程 重新郑重雷利复古 伴随而令人牙酸 气脏破碎 与骨头断裂的声音 再次接上更加凶悍的一拳 独力挣扎 独力反抗 狗力的拳分 将迷亡送往高空 而在更加遥远的苍穹之上 正有一道伟岸的身躯 从天而降 巨大的危机感 使雷利反身拔刀 挥刀砍枪背后的大佛 但断刃所斗之处 凭大佛形态硬扛的战国 不过是被擦破了表皮 看来你没有用断剑的习惯啊 雷利 也是这身爆合 凝王才察觉 佩刀已被卡普打断的事实 再无法展开一面而来的冲击波 巨量金光离聚成长 脱离战国的肉身迎风膨胀 而后 此代碾碎一切的紫色闪电拍向地面 今天洞变爆炸声传遍整座岛屿 远处下棋再次加快脚步 而在被冲击波压成皮膩的废墟间 雷利几乎失去了意识 还没完呢 又是一声怒吓 战国再次凝聚能量 对着昏灭冥王救谁正疯狂输出 连卡普都将与老战友突然表现出的狠辣 只能在随之扩散气囊中 以武装色护住自己 带到一切终了 他踏足遍地碎石 走向那最耀眼的大佛 只见战国此时 正准备给雷利最后一击 战国直接打断了卡普的话 像是曾经的顶上战争一样 战国从来不会放弃成终结大野贼时代的机会 那个女人将四皇革命军全部联系在了一起 让他得以重拾当年的雄心 是时候发动全面战争了 将他们尽数剿灭 实现真正的和平 可真又到了这个时候 卡普脑中回想起的只有死在马林凡多的艾斯 这些战争 真是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吗 还是说 真不敢相信你居然会说这种话 战国 为了这些信条 你我究竟保护了什么 我再也 不会犯和两年前相同的错误了 一身的正义 一次次怀疑 老兵为信念坚守到暮年 终于一记切黑如梦的铁拳 宣言出所有的愤怒 进入佼佼政国拼头躲过这一拳 反身兵武装算覆盖手臂 一掌拍在了卡普的脸上 惊人的冲击波 下一秒便把海军熊头部包裹在内 足以粉碎头额族爆炸将之瞬间中创 卡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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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冰死的雷厉剑此刻再次举刀 重伤之人 半柄残刀 显有着让人不敢小觑的灵力 他用尽自由的力气扑向战国 错身而过的一瞬间 勉强完成了十余次斩击 而后便将在原地动弹不得 但有了哪怕只是片刻的缓冲 已经足够某人再次出手了 别小看我 战国 六十奥义 流亡枪 相思偶决意贯足双拳 卡普的铁拳终究还是落在了战友的身上 盗飞而出战国穿过未散浓烟 打断岩駝建筑 穿透粗壮亚尔奇曼红树 最终看到在尽头 失去了意识 昔日挚友 生死相搏 眼睛被鲜血尽透的雷厉旁观了一切 而后 红然倒闭 他强打精神 费力呼吸着 却又有种果真如此释然 我有件事 想拜托你 卢飞他们还在等着我 等我拿到的出航许可 只许一个船员 不过 四十二号区域游些游水涂层 你可以跟着我的船游过去 到了这时候 冥王还有心思开玩笑 卡普没好气地回答 谁说我要跟你一起去啊 而在他的背后 逮到前的下棋阵穿越一地狼藉 醒不而来 哇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沉船 闭嘴 你个讨厌的女人 得知纳梅是陆飞的船员 还无可满脸都是略带粗意的高冷 在一个女人的请求下 帮陆飞救另一个女人 果然怎么想怎么不爽 而就在此时 随着一身巨物冲出海面的花拉绳 收到消息的白星也赶到了这里 那没 我没打扰你们吧 听到这话 汉武克的脸色更加不对 所以你就是陆飞的朋友 好 现在我宣布你们不是朋友了 而且在我眼里 你就是个大麻烦 你到底要说几遍啊 根本不明白汉苦哥为何生气 白星继续踩雷 甚至的且他和陆飞去散步的约定 妾女帝暴跳如雷 要不是这人鱼公主是海王 他早就把他变成石头了 某头跟着白星前的暴躁海王类 自然也感受到了对方的杀意 直接意念传声请示要不要杀掉对方 白星赶紧安抚了他 没关系的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没想到汉武克竟然在此时 展现出了聆听万物之声的能力 隐约听到了海王类的低语 在三人的意念交流频道中 某一突然说 有人来了 果然不足半秒后 半空中便有一道身影子远方飞来 滚开 来人不分青红皂白 就让那头背催海王类一拳打到变形 甲板上的诸位 都被这一幕深深震惊了 一拳打云海王类只是何等恐怖的实力 片刻后 狼狈的卡普顺着船舰爬上了甲板 稍微冷静一下 才想起刚才是不是太激动 统计有军了 他懒得去向那么多 天海军英雄的叛逃 引发了恐怖的连锁反应 他在半路上打穿了几只舰队 才甩掉它们 现在正是一肚子火的时候 也是到了宝贝孙子的船上 他还在随后了解了罗宾 被政府抓住了整个过程 那也是 眼前是乱绝导火索 更多内容敬请期待下期 大将之威 本海贼王同任漫画 由国外大佬惠斥并授权解说 白金个人喊话 如果本期视频点赞过6000 我会加班加点翻译制作下一期 我的更新速度 取决于你们的点赞热情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